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红枣汤圆 那个红枣我大概用了半磅 我把那个红枣,新疆大枣 把它水泡了20分钟以后把它剪成了细的丝 非常细,目的是为了在搅的时候 那个皮我是一起搅在里面的 那个黑桃的分量和我做的那个 芝麻那个汤团的分量是差不多的 也是那个红枣的三分之一吧 这个枣梨已经打碎了 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我只是泡了20分钟 然后就把它剪得很细,一条一条的 我先放了四分之一卡普,好像差不多吧 四分之一卡普的水还不到吧 然后呢,我现在就把它稍微的拌了一下 这是我的那个黑桃,打碎的黑桃仁 现在把它一起夹在里面 然后把它搅拌,搅拌以后放糖 你们吃的多甜就放多少 我把黑桃仁倒进去了,喝枣梨 然后呢,再加了2小匙的奶油 本来我是用了两支 用的是一条奶油 但是现在觉得稍微多了一点 我要放枣梨 放那个奶油 第一是为了增加香味 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能团起来 下面我加白糖 你们觉得什么甜度 就是根据你们的口味来讲 然后把它搅拌 现在我就加工完了 放了那个枣梨黑桃 它的比例大概 你们自己感觉到放多少 我是它的三分之一 然后呢,放了一点植物奶油 就是让它口感好一些吧 如果不放的话也没关系 然后呢,就是放了糖 我这个时候没有放蜂蜜 是因为那个放了蜂蜜以后 它太潮了 就是不好 那我把它团起来一颗一颗的 好了,现在我把它给团起来 包 这是枣梨的馅 已经冷冻了 现在呢,也是 可以 这么可以一颗一颗的 但是呢 好像大小不是很圆吧 那我还是用刀比较好 先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然后呢,再把它切成方块 这样就 比 那个要容易点把它搓起来 大小是差不多的 哇,这个糯米粉 一袋糯米粉放到那个盆里面 然后我用了一杯水 这一杯水大概是两个cup 这是一个cup 这是一个cup 这是第二个cup 但是我没有全部装满 每一种面粉不一样 倒的水不一样 我反正一个半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把这个剩下来的放到旁边 基本上我感觉到是2cup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把最后剩的全部倒进去 好了,这个红枣馅已经做好了 我把它全部放到这个袋子里面 包起来就很方便了 这就像做饺子这样 先抽了一个长条 然后就把它分成了一块一块的 小剩下来的小剩子 就像还是一样 像做 然后呢 我把它放进去 这样以后把里面的空气排掉以后呢 搓起来它就不会散掉吧 就这么容易 把它装进去 把这里捏起来 再手 好了 放圆就好 红枣黑桃 的汤圆就做好了 现在尝一下 嗯 非常的软弱 嗯 太好吃了 嗯 红枣的那种 融融的香味非常的足半 黑桃根本吃不出来味道 嗯 但是 就是 咬的一点点嘛 但是非常的好吃 好 谢谢大家收看